好 雅虎TV的观众大家好 来 我们来礼拜天的时间 而且是在农历年 鼠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那今天当录完了雅虎TV的这一档的 就周末 周末的单元之后 那我们就准备过年了 所以先跟大家说呢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那即将到来的牛年 不管你在过去的这一年过得好不好 因为有疫情的冲击 大家生活都变得非常乱 但是呢 在即将到来的牛年 牛转乾坤 牛气冲天 在礼拜天的时间呢 我大概都会整理一些比较大的趋势性的议题呢 跟我们在雅虎TV的观众分享 那今天第一个 我从一见大家最近在雅虎TV上面很热的话题 就是赵少康重回国民党 赵少康重回国民党 而且看起来呢 他会回到国民党之后 希望能够带领国民党少康中心 他可能会参选了国民党的党主席 那如果党主席胜选了之后 他的重责大任 担子在他身上了之后 他要如何带着国民党呢 去走向2022的地方选举 他要在2022的地方选举呢 建立自己的战功 证明呢 自己魅力不减当年 能够呢把人跟钱都叫回来 让国民党在地方选举当了大胜 因为2018年是大胜的 所以这一次你要选的比2018年更好 而那个难度很高 你千万不要低估了地方选举 如果说2018年选的不好 今天呢赵少康呢 当了党主席就选2018 那相对来来讲 因为基期比较低 选起来要评价起来比较容易 可是因为2018年 国民党现在在地方上面 是享有绝大部分的执政优势的 六都里面呢 即使只剩下两都的县市长 可是呢六都的议会里面 有五都呢是国民党居多数 地方的议会县市长 县市长的部分来讲 绝大部分也都是蓝营的 所以赵少康呢 要在如果真的当了国民党的主席 带着国民党打2022的地方选举 要打出一个比2018年更好的局 那个标准很高 看赵道康怎么办得到 如果能够过得了这一关 那赵道康呢就有机会 以他个人以及带着 不只是国民党 而是整个呢台湾的在野力量 冲向2024年 寻求呢台湾变天的可能性 当然台湾人是不是准备好变天了 我还现在还是一个问号 可是呢政治空气呢 刚开始转变 就像是网络上面的用語一样 成像起风了 风向真的变了 好我们接下去呢来谈风向 我这就从赵道康谈起 这个是我对于赵道康的 重回政坛的我个人的思考 我倒没有没有跟他谈过了 坦白说 那我的建议就是说 国民党就说 国民党除了关注于内部的 蓝绿势力的调整 那赵道康如何呢带着 个人以及带着国民党造势 争取选举之外 对外部环境的改变 所形成的论述 对国民党至关重要 国民党如果会 会让台湾的老百姓 还能够寄予希望 有所期待 是因为国民党的政治路线呢 在非常复杂的 两岸跟国际政治的框架里面来讲 国民党的政治路线 它比较调和 比较呢存在着 一些呢调整的可能性 那过去呢当当川普 川普呢是斩钉截铁的 以反中呢作为他所有的政策的 核心架构的时候 国民党当然没有任何表现的空间 因为川普反中反到这个样子 除了民进党呢会因此觉得呢 得到巨大的能量 因为民进党就是反中啊 民进党就是反中台独啊 那在反中的基础上面 民进党太好操作了 民进党根本连脑子都不用动 只要呢跟着呢跟着川普 喊打喊杀 民进党就可以轻松过四年 但是拜登上来了 拜登上来了之后 拜登希望呢两岸之间呢 能够恢复政治对话 可是坦白讲 只要是民进党执政 两岸没有任何政治对话的可能 对于赵少康来讲 对国民党来讲 我之所以提醒国民党就战略机遇起到了 因为拜登上台了 拜登的政治路线 民主党的政治路线 跟共和党 跟川普是非常不一样 你看到 这个礼拜拜登呢在国务院的 国务院的外交政策讲话 你就知道了 那拜登的几乎呢是把川普呢 四年的外交政策的逻辑 全部都推翻 因此你可以预期到 未来的中美关系 拜登呢是用非常含蓄的 模糊的方式 在强调他和中国之间 会是一个既竞争又合作 既对抗又联合的关系 那台湾呢要如何自处 所以对国民党来讲 国民党必须要证明自己 第一个国民党是在台湾 唯一既可以跟北京讲得上话 也可以跟华盛顿讲得上话 换句话说 因为国民党 只有国民党 能够重新的在美中台三边关系 建立出一个呢 三角对话的那个三角形的一个点 必须要国民党来扛起这个点 那个三角形呢 才能够重新的浮现 如果是民进党执政 两岸关系一定是断裂的 可是两岸的经贸关系呢 已经热到这个样子 201 2020年 两岸的经贸当中 台湾的贸易顺差是 一千两百多亿美金 一千两百 一年近赚大陆 一千两百多亿美金 然后政治上面完全没有交流 甚至军事上面这么的敌对 你不会觉得这种的关系 真的是病态吗 真的是变态吗 你认为他还能够撑多久 所以国民党在这个时候 在外在的环境改变 内部的环境也在改变的情况下面 赵赵康的出现 有人说呢 他呢 嗅到了空气 我不知道啦 但是 最少风向变了 那赵赵康如果回来 国民党呢 如果知道自己的战略机翼期 难得 那个机会之窗呢 又打开了 国民党就应该把握这个机会之窗 好好的带着台湾呢 冲向比较可以预期的未来 因为跟着民进党走 台湾再继续走下去 两岸关系早晚 我所谓的早晚是越来越早 而不是越来越晚 两岸关系一定会走向一个 让台湾很难堪的摊台 那绝对不是我身为一个台湾人 乐意见到的 这个是呢 美国的战略智库呢 兰德公司所提出来的一份报告 兰德RAND RAND 它不同于一般的智库 虽然它叫做公司 但它不是公司 它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它是在上个世纪呢 二战之后的50年代 美国国防部呢 资助呢 所成立的一个战略 以军事为主 以全球政治为主的智库 当然之后呢 它的转型不再呢 只是以战略跟军事为主 包含了美国的各方面的安全议题 在兰德呢 对兰德来讲 都是他们研究的对象 可是兰德最擅长的 仍然是在军事战略方面 在上个月拜登上台之后的 两天的时间 兰德呢 提出了一份报告 这份这份报告 一直到 他报告提出之后的两个礼拜 我发现呢 在华人的媒体里面 没有任何媒体谈到这份报告 可是在我关注这份报告 我在看了兰德所提到的报告的时候 我读完我觉得 嗯 这份报告 非比寻常 这份报告的英文的 英文的名字 因为它在总页数呢 长达有180几页 那英文 那连图表啊等等 180几页 你在兰德的官网上面 可以找得到 如果有兴趣的话 上兰德的官网呢 自己呢 去搜寻一下 这个报告的英文名称呢 叫做 Implementing Restaurant Implement 比较精确的翻译呢 就是实现 或者落实什么 Restrant的就是克制 这个报告呢 重点的就是实现自我克制 那谁要实现自我克制 它的报告在讲给谁 其实这个报告的背景就很有意思啊 它的论述 是我最近几年看到的 就是说呢 美国的重要的智库的论述报告里面来讲 我觉得从台湾的立场来讲 我会觉得非常的惊悚 从学术的立场来来讲 我觉得它有很多的突破 它几乎是在 是在呢摧毁 并且调整美国的战略框架 那这个所谓的自我自我克制 就是它在呼吁就是说 美国必须要调整自己的战略思考了 美国应该呢结束从二战之后 一直呢所采取的全球到达 全球介入世界警察的那种的干涉主义 好像呢地球上面每个地方发生的事情 都跟美国有关 美国呢都应该关心 都应该参与 都应该介入 甚至于呢地球上面许多角落 角落所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习惯召唤呢美国队长 叫美国队长赶快来 好像美国队长来了 美国队长必须要来 那这件事情才能够解决 美国因此呢就 借着他自己空前的国力 毕竟美国曾经GDP占到全球的50% 美国借着他呢空前的国力呢 跟二战当中两次大战呢 打胜仗的声望 借着国力 财力 军力 美国呢就扛起了世界警察的角色 地球上面的恩恩怨怨 都等着美国呢来仲裁 但是呢这一份呢 在 在美国的现实主义的这些呢 学界学者们呢 所几乎呢共同撰写整理的 这这份呢 implementing restaurant 实现克制 他就在呢告诉呢 美国的官方 告诉美国政府 当然他没有特定指哪个政府 但是因为 他丢出来的时间呢 是1月22号拜登上台 而他背后的主要的 主要的赞助者 叫做柯氏兄弟 如果关心美国政治的 大概就会知道柯氏兄弟 柯氏兄弟呢 是美国共和党的超级金主 那这个柯氏兄弟呢 sponsor 那很多的这些美国的战略学界的人士 尤其是现实主义的这些呢 这些学界的人士 共同撰写了 implementing restaurant 实现自治 那你说他的意思就是 美国人啊 美国人 要重新的奠定自己的金量 要认清现实 今天的美国 已经不是半个世纪前的美国 世界变了 美国固然还是老大 但美国已经不是独大 换句话说 在美国后面 老二老三老四都长大了 如果只有你独大 你说了算 可是今天老二老三老四都上来了 龙生九指各个不同 大家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不一样 如果美国都以为自己说了说了算 仍然喜欢当大哥 当警察 仍然喜欢了全球介入 全球干预 第一个不好 第二个 坦白讲 美国已经办不到 因此美国如果硬要 像过去一样 二战之后 就是觉得 没件事情 我说了算 那美国接下去会很辛苦 而且 自己所设定的目标 大部分都达不到 好 那这个implementing restaurant的建议 美国要开始 做战略收缩 简单讲 就是在此刻以前 美国在二战之后的 主流的战略论述 都是战略扩张 而且都是嚇阻理论 就是 我警告所有的国家 不要挑战美国的立场 不要挑战美国的利益 我会把红线画得很清楚 谁敢挑战 谁难看 美国的这种的 这种的战略 威吓战略扩张 是美国的70年来的 唯一思考 可是这种的 这种现实主义的克制学派 在告诉美国 美国政府 以及告诉美国的民众 甚至告诉美国的媒体 那个时代过了 美国没有办法 再这样子维持 第一个 美国的国力 相对国力 已经大不无前 美国独强的时代过了 第二个 他还提到一个现实 你看到 美国的国债的举债 这么的严重 在新冠肺炎 肆虐的这一年 美国付出了 惨重的代价 看得到的代价是人命 看不到的代价是 美国的国力的消耗 在新冠肺炎结束之后 美国没有办法再回到过去了 用大量的金钱 投入到军 军事 投入到海外的驻军 他说的 那个已经不可能了 因此美国就必须要 开始进入到战略收缩期 那个restaurant 就是克制 就是收缩 好 那所谓的收缩的概念 简单讲 就是美国不要再管那么多的闲事了 在地人政治上面 不要说 不要说呢 个人至少门前雪 莫管他国 瓦上双 也不完全 他在全世界 尤其在欧亚 他设定了几个美国的核心 战略关注的地点 或者是国家 比如说欧盟 欧洲对美国来讲 是他的核心利益 这个呢 美国一定要固守 要想办法呢 把欧盟 把北约呢 要撑住 亚洲的部分 就是重点了 因为他分成了几个大 大区块的讨论 他对亚洲政治的建议 你知道他建议是什么吗 他说 台湾呢 是管不了 他说呢 美国呢 是管不了这么多事的 美国在亚洲的核心利益 他说第一 日本 如果呢 要再加一个 就是印度 在亚洲太平洋当中 美国的核心的利益是日本 在印度洋当中来讲 尤其印度洋的水温正在呢 升高 未来印度洋的政治 越来越重要 印太 印太嘛 如果说印太的部分呢 印就是印度 太就是日本 美国呢 在印太地区呢 只要把这两个国家 跟美国的结盟关系 同盟关系稳住 其他的 没有这么重要 你可能会觉得说真的吗 就只有这两个国家吗 其他都不重要 我告诉你 你如果看那份报告 他会让你觉得惊悚的原因就是 虽然他目前还不是政策的主流 可是 我认为 或者那个报告 或者看过那个报告的撰写者的人 大概都会认为 他早晚有一天变成美国政策的主流 那个政策主流 从台湾的角度来讲 因为美国的战略收缩 美国是准备放弃台湾 我称为弃台论 放弃台湾的论述 这种弃台论 在二战之后没有出现过 就算美国在1979年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和台湾断交 断交之后 美国都还得赶快定个台湾关系法 要呢 稳住呢盟国对于呢 美国的信任 他也不敢放弃台湾呢 但是现在在战略收缩期的时候 弃台论的调子出现了 你看那个报告里面 除了告诉你 就是说日本印度很重要 其他的小国家呢 如果呢碰到安全方面的问题 虽然他暗示 这些的安全的问题 可能跟中国有关 如果菲律宾被侵略呢 如果越南被侵略了呢 美国难道要介入了吗 这个报告里面说不要 他顶多去帮忙飞菲律宾 顶多呢去帮忙越南 但是美国不要再介入这些事情 这都是地方上面自己的事情 地缘政治的事情 虽然他要捍卫日本 可是他里面也讲到 钓鱼台的事情 如果中日因为钓鱼台发生冲突 美国要介入吗 他说不要 他说钓鱼台不应该在美日安保的范围之内 第三个更惊悚 如果台湾 台湾呢是中国的红线 台湾是呢 中国在战略当中来讲 他必须要计较的部分 美国很可能 如果继续对台湾投入太多的承诺 中美之间一定会发生冲突 因此这种所谓的公式现实主义的学者们 所谓的战略克制 战略收缩的学者们 里面提出来最惊悚的就是 如果两岸发生冲突的时候 美国不要介入 因此在台湾 许多还在幻想 就是如果第一个两岸不会发生冲突 第二个两岸发生冲突的时候 台湾可以打赢 第三个台湾就算打不赢的时候 美国会来帮我们 第四个就算美国帮我们 如果还是打不赢的时候 美军就会介入 你知道所有的独派 有关于台湾安全的论述 一二三四 就是这四道 所以台湾 没有没有事 可是我再告诉你就是说 如果你看了那个 那个气台论的那个 我刚刚讲 implementing restaurant 你可以上了兰德的官网 找他1月22号的报告 你会看到这边报告 基本上面free 你现在已经可以的自由看到了 我看到的时候官网上面呢 还没有 但是现在free 如果你看了那个报告 如果你仍然坚信呢 台海如果发生冲突 美国会介入跟解放军打一仗 那我就真的是佩服你魅鱼现实 所以回过头来讲 台湾如果不能够对于美国放弃台湾 美国对于两岸发生冲突的时候 美国不介入 台湾自生自灭 我可以把武器卖给你 你台湾的自己去跟解放军打 打得赢我恭喜你 打不赢那就算了 那样的一个论述的核心 你知道关键的语句是什么吗 第一个 他说俄罗斯 中国 或者包括了像伊朗 或者像是朝鲜 对美国的安全威胁 他说根本没有这么大 很多的这种打恐慌牌的太夸张了 第二个 美国对于台湾没有这么重要 太夸张了 没有必要为了台湾去跟解放军打一仗 你听起来觉得好像那是姑息主义 投降主义 不是 那是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就是以今天的解放军的实力 以今天的中国力量的崛起 美国要在西太平洋在台湾海峡 为台湾打一仗 美国的胜算越来越低 代价越来越大 美国不能这样做 好那剩下的就在于 第一个你认为这个implementing restaurant 什么时候会变成美国 美国的战略思考的主流思考 第二个 他什么时候会落实在美国政策上面 第三个 台湾如果不能够去修补和大陆之间的关系 自己呢把台海的局面稳下来 让和平红利重新创造 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 台湾在面对解放军胜算有多高 你难道真的希望台湾跟解放军 反复的陷入到军事冲突里面吗 那是森林涂炭 好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如果美国呢将走上的所谓的战略收缩起 那要在很多的地缘政治的利益当中 该放的就放 不要把每件事情都看得这么重要 很多的重要性被夸大 台湾对美国没有这么重要 除了科技以外 如果这个论述成立 而成为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核心的主轴 那台湾该怎么办 台湾如果继续保持现在这样 和大陆的经贸热得不得了 政治冷得不得了 军事坏得不得了 那真是神经病啊 你真的看不到外在环境的改变 所以最近的一些的智库的研究也好 或者政治人物的讲话也好 你会感觉到真的起风了 风向变了 风向变了 所有的政党意识形态呢 阿达玛空股利的政党们 都要努力的开始 柔化自己的线条 重新思考未来的战略定位 因为美国的战略即将转向 如果搭不上这班车 一定会受苦 我相信大家听得懂我的意思 美国对防卫台湾这件事情 越来越不靠谱 这是中美实力消长的必然 台湾的安全 台湾的未来 要靠自己 台湾到底在两岸关系当中 要如何调整自己的认知 位置跟两岸关系 以及两岸未来的政治安排 政治互动的形式 那是一个大课题 是一个很高战略层次的问题 国民党在这方面来讲 应该有比较大的机会跟优势 相对于民进党喊打喊杀 导致两岸陷入僵局的情况来讲 国民党的战略机遇期到了 而接下去就看 谁能够把握这个战略机遇 谁能够嗅到美国即将弃台 一旦发生冲突 美国一定放弃台湾这件事情 谁能够在这种思维论述里面 为台湾找到出路 他就是下一代台湾的领袖 台湾真正的英雄 好 在过年之前 除了跟大家说新年快乐 希望明年的台湾仍然美好 大家依然健康自在 感谢收看今天的雅虎TV 明年见 拜拜